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已知 y等於x三十方的圖形 就這個圖形 它不會通過第四向線 若將y等於x三十方的圖形 向右平移一個單位 向右平移一個單位的話 等於是這個 y軸向左平移一個單位 向左平移一個單位的話 它有些部分 就是這一部分 它就在第四向線 那它問說 那你這個曲線 還要在向上移動多少單位的時候 它整個圖形才不會在第四向線 那我就將這一部分 把它遠離第四向線就可以了 那這一部分的最低點就是這一點 那這一點是多少 就是你把什麼 你把原來這個什麼呢 這個曲線 把x代-1 把它代-1 那y的話就等於多少呢 -1的三十方等於-1 也就是說 這一點的坐標 這個坐標是-1 這個沒有畫 應該把它畫到 應該把它畫得 陡一點 這樣子 當你整個圖形往右移動一單位的話 等於把y軸往左移動一單位 那你往左移動一單位的話 那麼呢 這個距離應該多少 這個距離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你在原來的坐標 把這曲線的話 把這曲線的話 x坐標代-1 代-1 代-1的話 就得到這個y坐標 是等於-1 也就是說 你就把這個曲線 再往上移動到什麼 移動一個單位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就跑到什麼呢 跑到那個 就等於什麼 整個圖形就跑上去了 那跑上去了以後的話 這個的話 這一部分的話 就跑到第一項線去 所以的話呢 你要往上移動多少單位呢 移動一單位 答案就是一單位